今天1月11号花莉南区瑞岁玉里酌西以及副里的文件站参会 那么县长许正位是到场和长者同乐 并表示文件站为了妥善照顾原住民长者 也为了让家属安心、长辈开心 感谢文件站的照福员、计划负责人以及志工的大爱 让社会更加的圆融和谐 1月11号花莉南区瑞岁玉里酌西副里文件站的参会 县长许正位也到场跟长者同乐并且表示 文件站是妥善照顾原住民族长者 也为了让家属安心、长辈开心 感谢文件站的照福员、计划负责人以及志工的大爱 让社会更圆融和谐 这样的照福员整个把它聚集起来 做一个大的寒冬的活动 我真的觉得非常棒 我刚刚打电话给林荣翰说 我记得我们上次也说要办 所以我们下一次春酒把大家聚集起来 在中花莲来办一场好不好 政府积极推动在地及时便利的社区照顾 设置营法俱乐部、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以及公共托老中心等老人照顾单位外 为了尊重原住民族文化 原住民族生活的特殊性跟需求 从100年开始 逐步设置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提供关怀的访试、电话的问安 共餐或是送餐等多项服务 据点关怀据点就已经开始设了 而因为长照法 所以必须要国家编列经费 那到现在花莲已经是104站 104站再加7站的赛普站 一共是111站 是全国最多 但是有全国最多 就要有全国最多的造福员 对不对 对不对 就要有辛苦的造福员 还有我们的志工 最重要的计划主持人要和销啊 长者开心边吃边聊天 这场南区文件站尾牙寂摸彩联欢晚会 让长者提前围炉感受到 暖暖的过年气氛相当愉快 记者跟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